李根熙凭借小欢喜中 巧英子一角而被大家熟知 因为她的长相乖巧 所以很多人认为她本人也是一个乖乖女 但是今日却有媒体爆料 李根熙在和男性朋友逛街的时候抽烟 姿势非常娴熟 事后还将烟头随手丢到了地上 而她身次的男性朋友 据悉是杨天真旗下的新人渔冰 曾经参加过创造营2019 李根熙的抽烟事件让很多网友想到了之前的王源 巧合的是两人同龄 而且都是比较乖巧的长相 对于李根熙这次抽烟事件 不少网友表示英子滤镜破碎 还指责李根熙人设崩塌 虽然明星压力大选择抽烟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应该注意自己的形象